《雕像》 有沒有腰人寫在這裡? 有沒有腰人寫在這裡? 這裡是周潤發拍攝新戲《嬌陽歲月》的片場 但法哥頭上流的血不是塘漿而是真的受傷 劇情入面法哥被追債繼而被襲擊 之後阻壓受傷傷口有成串幾場 而專業的法哥受傷之後不單沒有喊咳 還繼續假氣真做表現十分淡定 反而旁邊的工作人員就嚇死了 法哥就只是擔心去醫院會影響拍攝進度 以及怕剃了頭髮縫針不暖氣 旁邊的法嫂就真的擔心死了 至於法哥姐周聰寧出席晚宴活動時 就說未知法哥受傷 擔心就有了 不過大家知道他有什麼事 一定有醫院 醫院有整個醫生團隊 有醫生跟他處理 有醫生跟他醫療 你擔心就擔心不來 因為疫情都發生了 唯有祝他身體健康 早就出戀了 我們家裡沒有什麼事 我們家裡找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